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星期三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三大股指的一个情况 首先来看大盘 今天的这个上证大盘呢 再度出现强势的一个杀跌 尤其封时盘当中显示呢 今天早上低开后一路走低 盘中最低点的位置 已经击穿了3月9号的最低点 3328点的位置 那么击穿之后呢 在这个银行保险券商的带动下 有这三个大金融板块的带动下呢 出现了一波这个反攻 这波反攻呢 到这个上午大约是11点附近的时候呢 一度翻红 再次呢回落 全天大部分的时间呢 是沿着这个平盘线的下方啊 出现载幅震荡 到了收盘的时候呢 大盘呢 是跌了将近20个点 然后呢 护升300 翻红 然后升层子呢 是小幅收率啊 升层子 然后创业板呢 是指数是翻红 但是呢 从个股上涨的数量来说呢 还是属于少数啊 大部分的个股都在下跌 为什么说今天啊 再度出现这样的一个杀跌呢 从昨天的强势股里边 大家就已经看出来了 那么昨天的这个上涨的题材当中啊 有哪些呢 昨天跟大家讲的啊 呃 芯片 是吧 尽管是昨天呢 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但是昨天知道收盘的时候 芯片题材 我们看一下啊 芯片题材指数 呃 昨天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一个长征啊 探顶的情况啊 上一线非常长 然后今天直接就是低开 昨天最强势的板块 反而今天呢 啊 开始呢 领跌啊 芯片板块 今天呢 七只个股跌停啊 大部分的个股属于这个下跌啊 三百多只成分股里边呢 两百三十九只下跌啊 所以说呢 不要被这个一时的这个盘中啊 这个热点啊 上涨啊 被冲轰头脑 如果你昨天高点买入的芯片股 那今天想必结果不会太好啊 所以说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 那最近大盘这种 呃 不下跌呢 实际上就是主流资金啊 从前期高位啊 这个大涨的个股里面套现啊 资金出走啊 然后呢 雄爪估值挖地 呃 从今天的盘面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银行 呃 保险和券商 呃 成为今天大资金进场的啊 一个关键的啊 这个阻力啊 一个是银行 保险 还有券商啊 券商尽管说尾盘啊 再度有所小幅回落 但是我认为 接下来啊 券商还是呃要返工的啊 那从今天早上的盘中啊 我们看一下银行的题材指数啊 反而是什么 逆势上行啊 然后呢 一路沿着平盘线上方啊 一直横盘到这个收盘为止啊 说明银行股呢 今天的这个互盘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 35支成分股当中啊 28支上涨啊 7支股个股是小幅下跌 那从保险板块 我跟大家也讲啊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现在已经非常便宜啊 那么目前呢 保险板块的这个平均市盈率呢 仅仅是7.5倍啊 板块市盈率是90 0.91啊 所以说也是历史上啊 相对来讲是最便宜的时候啊 那么保险板块 从当前的位置来看 已经是极度超卖 最起码说间断性的底部 它是具备了 这个复途指标上呢 代表什么周线和日线呢 它同时处于极度超卖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随时会爆发反弹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三大金融板块的一个护盘 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因为估值已经非常便宜啊 不管是券商银行还是保险 总之呢 目前就是底部的这个特征已经非常的明显 那接下来市场会不会从之前的热点题材啊 然后呢 重点转向为低估值蓝筹的一个补涨呢 我认为这个概率非常大 大盘呢 今天最低探到3300点附近啊 我认为说在这个地方已经迎来了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今天的这个K线形态也是啊 走的比较漂亮啊 搜出了一个长长的担争探底的形态 那接下来我认为后续几个交易日 大盘还会延续反弹啊 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呢 主要是靠什么 靠低估值蓝筹的一个护盘的带动啊 然后呢 有些这个热点题材 像之前讲的这个像5G啊 像什么这个华为概念啊 等等 那今天呢 出现短线的这个下挫之后啊 然后再次还有充顶的机会 那在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啊 不管是热点题材 还是我们说超跌的这个低估值蓝筹的一个反抽的带动下 股指还会再度向上 那么向上的目标是到哪里啊 我认为向上的目标会到达上方的这个 下降通道啊 上升通道的下沿啊 到这个位置 大约是先看到啊 这个这两天的一个阴线的位置啊 因为3450点附近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啊 所以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意味着大盘的调整要结束呢 我认为还不到时候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啊 就说从这个呃 7月22号开始往后延伸大约是10个交易日左右啊 大约是在8月10号9号 也就下周的时候可能说股指在这个地方才能齐稳啊 呃 迎来一个向阳的反弹啊 总之而言呢 目前这个阶段啊 在大盘的筑底的这个阶段也应该是一个风鞋 呃风格切换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前期的炒的比较高的一些热点题材啊 这些热点题材呢 他们近期啊 要是要什么 要出现一个呃 转换啊 就是热点资金从这些高估值的已经被炒到具备一定泡沫的啊 这个程度的一些题材当中撤出 那么主力资金从这里撤出到哪里去呢 就是到低估值啊 低估值栏筹 或者啊 被这个调整的非常充分的一些这个二线的一些呃 题材股里边啊 就是说中爆也非常漂亮 基本面没什么问题 即使面呢 是严重超跌啊 然后到这里边来啊 我认为它的机会会呃 大一点啊 今天还有一个板块 呃 跟大家讲一讲啊 就是说从资金的角度 啊 我们看一下啊 呃 就是什么酿酒和医药 酿酒呢 今天是流入了11个亿啊 然后医药呢 是流入10个亿 我之前告诉大家怎么说啊 我说如果后续股指出现 调整阶段很可能喝酒吃药啊 就喝酒吃药 今天看一下就是酿酒医药啊 流入这个资金是超前的啊 流资金超前的 那么呃 这两个板块是不是到目前为止就可能开启反弹呢 我认为啊 这个呃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复图当中 我们把它放大 那么复图当中呢 是指标严重超迈 接近零轴的时候 然后开始 急地呃 决地反击啊 这个地方同样 我们看一下啊 最右边 这个地方也是啊 我箭头指这个地方 也是到达林轴附近 所以酿酒板块指数呢 到现在为止 阶段性的调整 应该告一段落 接下来酿酒板块会出现反弹 反弹首先的目标就是补上方的缺口啊 补上方这个位置的缺口啊 呃 相反啊 呃 这个其他的一些 我们说之前大涨过的一些题材 那今天呢 也出现呃 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啊 比如说这个呃 我们看这里边很多是跟科技相关的啊 鸿蒙 无人机啊 卫星导航啊 像BIPV BIP位啊 这个光伏污点 光伏概念啊 包括这个盐湖体理啊 今天也是跌的比较凶啊 比较凶 那这些题材呢 目前来说市盈率也好 还是估值也好啊 都比较高了啊 所以说主力资金呢 从高处啊 流出流向估值挖地啊 这是一个大的概率啊 所以说未来一个阶段 喝酒吃药 反弹当中应该是一个主流 在一方面 还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以大金融板块为主 以这个中字头等等啊 这些估值相对比较低的 低市净率这个题材啊 应该 大家应该啊 非常的要关注了 那么股指在底部区域 反弹再次回落 注底的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也就是风格切换的过程啊 不会说一下子啊 这个资金马上就从这个热点题材出来 然后去超这个低估值的 这个品种的这个底啊 不会这么快 它一定有一个节奏 一定有一个切换的过程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目前就属于转换的 转换的期间啊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后续会上会上这方面去发展啊 呃 今天呢 这个总体而言呢 这个两市当中啊 下跌的个股还是非常多 但是啊 我们同时也关注了一下 这个资金啊 呃 护港 护港通啊 深港通 北向资金到底什么情况 到了这个呃 收盘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今天港股通北向资金都是大幅净流入啊 那么港股通 首先护港通啊 是流入多少呢 流入41个亿 深港通就深圳方向 北向资金啊 港股从深圳市场进来的 这个净流入的资金达到了78.4亿啊 两市结加起来 有120个亿啊 所以说今天的港股通 这个北向资金是逆市抄底 抄什么底 刚才我给大家也看了 那从行业板块的资金流向来说 超大单资金流入哪些呢 首先看一下 里边就有银行啊 然后就有保险 然后有什么 有酿酒和医药啊 然后是电器设备 呃 包括呃 家电啊 家电 大消费的家电 呃 有设呢 有一块啊 建材 总之 这里面应该是港股通重点选择的方向 啊 超大单资金也是今天重点关注的这些个板块啊 呃 后续怎么办 我认为后续呢 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呃 仓位方面啊 维持一个相对较轻的仓位 耐心等待呢 整个大市的这个调整的结束啊 首先呢 时间点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先看到多少 8月9号 下周啊 下周这个呃 应该是在下下周了啊 下下周左右了啊 所以说呃 那个时间点很关键啊 那么还有一个时间点啊 我跟大家讲 大约就是在9月中旧了 9月中旧的时间点怎么来的呢 先看一下大盘啊 那之前的这个反弹 从3月9号到6月2号 大约是30个交易日啊 呃 三十几个交易日 后续呢 从6月2号推算到我们说 9月上旧 或者是呃 左右啊 这个位置 大约也是这个时间段啊 时间的长度才能相等 所以呢 这个时间段是一个 今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那大盘呢 现在跌落了几个重要的 关键的支撑位 后市何去何从啊 我认为 后续呢 会走一个啊 比较呃 较大的一个箱体波动啊 今年年内啊 不会一步到位啊 我认为 在这个大的红色通道的下沿啊 这个红色通道 大红 大型红色通道怎么来的呢 上沿就是连接了这个2019年4月份的个高点 然后取今年2月48号的高点 下方的低点呢 取到2019年1月初的低点 我们正好做一组啊 这个大型的红色上行通道 下沿我们看到啊 这个低点啊 去年2020年的3月19号啊 那天啊 刚好是一个最低点啊 那最低点是2646啊 达到这个位置 然后一路反弹到 是今年的2月48号啊 总之而言呢 这次呢 把这个漏掉之后啊 后续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啊 就是说 它是反弹啊 然后目前是反弹 反弹完之后呢 然后再度回落啊 逐步回落 那么从大更长的时间框架来看 最终很可能像这个 大型的红色通道的下轨 靠拢之后迎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A股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 是这个时间的拐点啊 一个向上的级别非常大的拐点啊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到位啊 目测的话 将来随着这个大型红色通道 下沿上行啊 不断上行 预计在3000点上方啊 这个位置还是有和可能在这个位置 位置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就分享啊 这一点啊 所以说呢 祝大家呀 还是啊 当下市场呢 这个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 个股的选择呢 难度相对比较大 建议大家呢 还是在仓位上啊 把控一下 不要中仓啊 在半仓以下 还是比较稳妥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祝大家投资顺利 这儿呢 我们下转了